发表的不当言论并为此道歉 11日 特朗普听取了有关美国移民政策的提案 他十分愤怒地表态称 为什么我们要让那些来自粪坑国家的人来到美国呢 特朗普此言一出 令在场的官员和媒体都目瞪口呆了 这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论 立刻爆发出海啸式的集体声讨 这是特朗普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贯作风 白宫不知多少次为特朗普这张大嘴擦屁股而忙得焦头烂额 去年9月24日 特朗普在联合国首秀发言 就一口气大骂了朝鲜伊朗及英法德俄等十多个国家 当然特朗普随后就淹没在集体声讨的声浪中 其场景颇为壮观 但特朗普不仅没有吸取教训 反而变本加厉 这次惹下的众怒无疑比上次还要大 特朗普以总统身份 公然把黑人为主的非洲国家 辱骂为粪坑国家 这是严重的种族歧视 这是赤裸裸的人权侵犯 美国是世界上最喜欢标榜人权的国家 曾经以人权为由 无数次向他国发难 众所周知 美国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 对非洲进行的武装干涉 比非洲目前的贫困落后 有着直接的关系 索马里是世界上最贫困 而且海盗横行的地区 就是因为索马里政权被美国武力推翻 导致该地区一直处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 如今帮派林立匪道重生 成为世界的一大毒瘤 2011年 美国打着解放人权的旗号 推翻了卡扎菲政府 至今利比亚人民 还陷在水深火热的战乱中不能自拔 这是美国在非洲犯下的又一大罪孽 而今特朗普歧视非洲的不当言论 无异于火上浇油